我刚刚有提过 我们刚刚有做了所谓的定义名称 所以请各位把这个地方每一个都定义名称 总共应该会有14个吧 分别是性别、年龄、教育程度 那请各位尽量还是稍微对应一下 看看这个范围是不是对 记得选的时候不要选到第一列 栏位名称不用选到 你想说老师那如果我选到怎么办 其实也不会怎么样 因为选到它不影响 因为那个范围里面的资料 它也查不到 查不到也不影响 所以其实有加没加 最后结果应该不影响 但是比较精确的 我是建议的 有的时候不要得过且过 老婆老师说都可以 其实有的时候还是要精确 因为精确的好处就是说 以后相对的比较不会发生问题 那不会发生问题的话 你会发现就越做越顺 反正就这样子 绝对不会找你麻烦 你总不会希望说 你做一个东西 常常就出错 OK 好 所以最好是完全了解的状态 所以这总共应该会有14个清单 我刚刚已经顺手做了一下 我发现其实也不会花太多时间 把名称定义好之后 好 那特别注意你会需要用到一个函数叫INDIRECT 那你们可以在清单这边底下做链销了 比如说A8这个地方 插入函数的时候你可以找到查阅与参照里面有一个函数叫INDIRECT 这个函数还蛮重要的 这个函数还蛮重要的 但是不知道都没用过了 这个函数如果你不会用的话 那当然将来你在处理一些大量资料的时候 或者是说定义名称的时候 那就会出错 那INDIRECT按确定之后的话 跟各位讲一下 它很简单 它只要给它两个参数 而且第二个参数A1 还可以空白 也就是实际上 只要给一个参数就可以了 相当简单 但是这个一个参数也非常关键 为什么呢 这个参数你不能下错 因为下错得到结果就错 那它这个参数很容易发生错误 错误的地方在哪里 关键地方在这里 前面REF REF实际上应该是reference reference就是参照的缩写reference 那后面这个s指的是文字 意思就是说 你要参照到哪一个坐标的位置 所以理论上 假设我今天希望把A1里面的资料 带到A8里面的话 那其实很简单 你只要底下A1 你会发现呢 它会把性别两个字带过来 但是如果你按确定 它会发生错误 为什么错误呢 关键的地方来了 就是说呢 你有没有发现 reference后面加一个底线test 那如果以后你假设参数 只要出现test这个关键字的话 那你务必要小心 我前面讲过test是什么 文字吧 所以你后面呢 如果你给它的不是文字 那它就会出错 可是问题啊 你想说A1 A1里面是文字 跟各位讲 文字的意思是说 前后要加双引号了 所以记得 如果你前后没加双引号 它就会出错 但是如果你给了双引号之后的话 它就知道说 你帮我把A1储存格里面 坐标的资料 帮我复制一份到A8里面 所以你按确定之后 你会发现 它会把性别两个字帮你带过来 OK 其实这样复制 复制只有复制资料 格式不会带过来 所以你会发现 性别本来底色有绿色 它不会出现 它只会把性别两个字带过来 OK 好 所以Internet它有第一个作用 就是把某个储存格的字带过来 但是你想说 老师那我可不可以把性别整个 性别这个定义的名称 有没有 这个范围帮我带过来 带到这边底下这边来 我希望把性别 名称整个带过来 要怎么做 当然你可以这样 插入函数 然后你可以用什么 刚刚Internet 在这边 查阅参照里面Internet 那你可以这样 如果你要把性别带过来的话 你看嘛 你是不是可以把性别两个字打上去 所以这边的话呢 因为刚好我们清单里面刚好有性别 所以它就会到哪里呢 到我们那个性别的名称里面就知道 没有性别这个范围有 它就帮你把它带过来 不过呢 你会发现你如果按确定 它还是错误 为什么呢 道理很简单 因为 性别这个范围 它有四个储存格的资料 但是你现在只给它一个储存格 所以放不下 如果你要真的把四个东西带过来的话 你必须要怎么做 一 请你给它四个格子 二 请你打上Internet 三 还有一个地方特别注意 如果你要把一个范围资料带过来的话 那你必须要执行正列 所谓的正列 还要用组合键 这个组合键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你可能就没办法执行正确 那个组合键 你必须把游标放在公式的资料编辑列上面 按一下Ctrl Shift加 Ctrl Shift先按住 然后再加Enter 也就是Ctrl Shift加Enter 好 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如果你没有做错的话 它就会出现什么状态呢 如果你游标放在这里 你按Ctrl Shift加Enter 得到的结果 一你可以看公式里面会多什么 前后会多大瓜糊 那其实大瓜糊好像刚刚有没有看到 类似表格 那个叫正列 OK 它实际上就是把整个范围带过来 这个的话你会发现 它不会是错误 它不会是四个储存格的结果 OK 所以如果你要把一个范围的资料带过来 可不可以 可以 但是你必须要知道说 它那个范围到底有几个资料 你必须要先框几个资料给它 然后在这边还要Ctrl Shift加Enter OK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逻辑 是 直接打杂包 讲到重点 如果你自己打的话可不可以 猜猜看 可以吗 可以 我印象中是不可以 因为你去试试看 如果你自己打的话 它一定绝对不会理你 所以为什么要特别讲说 你一定要按Ctrl Shift加Enter 如果你想 你试试看 像刚刚这个地方 我们如果不是自己打 如果我自己这个地方 假如说 我 是用 你点几个资料 然后这个地方 如果我不是用 Ctrl Shift加Enter 我自己按大瓜糊 你知道 前面大瓜糊 然后后面大瓜糊 这个之前有同学问过 他说老师为什么你做的都可以 为什么都不行 Enter 看一下 按决定看一下 好像最后结果不会理你 OK 所以特别是不行 不行 所以要特别注意 你想说 是为什么你大瓜糊可以 我大瓜糊不行 你的大瓜糊日益打的不行 那怎么办 记得 一定要 先选范围 四个 对不对 然后在这边输入什么呢 公式之后 那如果你要把四个东西 带过来的话 一定要记得 Ctrl Shift加Enter 这样才OK 否则的话 它结果不会带过来 OK 顺便讲一下 那所谓的那个阵列 就是Ctrl Shift加Enter 不过这个东西 说真的实在是太难用了 我很少用 OK 为什么 因为很麻烦 如果说像用阵列 可以写公式的话 理论上我通常会干脆写VBA算了 我就不用那个阵列的方式去叙述 因为为什么 因为其实用VBA写 它就是写一个回圈 把支架带过来 一样的道理 所以我通常处理这种大范围资料 通常我就是用VBA来叙述就OK 一样的道理 你们可以试试看 如果你要把什么 把年龄带到这边来的话 有没有 一二三四 总共八个 一二三四 有没有 总共八个 如果你要把年龄里面的资料带过来的话 那怎么做 一样嘛 有要先选什么 选八个 它因为八个 然后在这边的话插入函数 哪个函数呢 叫Indirect 然后名称的话 就给它叫做年龄 所以你就是 记得 年龄前后一定要加双引号 因为它是一个Test的名称 有没有 然后前后双引号 再来的话 按确定之后的话 给你游标在Value tool的 再到上面点一下 Ctrl、Shift、Enter 有没有发现 资料就过来了 就是这样子 好 所以其实这边好像还蛮特 这个Indirect还蛮特殊的 也就是说 如果你只抓一个资料 不需要Ctrl、Shift、Enter 但是如果你要抓一个范围 一定要Ctrl、Shift、Enter 它就会把一整个范围的资料 帮你全部带过来了 可是问题来了 如果今天 我要把这个东西 放到哪里呢 放到刚刚这个地方 来做处理的话 那怎么做 所以刚刚有提到 一个是说 如果我今天 在这边插入函数的时候 那我 这个地方 要性别两个字 可是如果我希望 可以把性别的范围 直接带过来的话 那这个地方 当然我们可以用什么 用刚刚的理解方式 可以用什么 用Indirect 所以你这边可以什么 打一个Indirect OK 这个可能要自己 打会比较快 因为如果你要插入函数 我觉得比较麻烦 所以我习惯会 把那个函数记下来 叫 Indir Dict 然后前刮弧 记得性别要加这个 然后后面的话 加一个后双以后 然后刮弧 这样的话呢 OK 那你想说老师 这边需不需要 Ctrl 需不加Enter 跟各位讲一下 如果说呢 它这边本身就是array的话 那你就不用再加大刮弧了 直接打这样就可以了 可是如果你那个范围 没有array的话 那你就要加 Ctrl 需不加Enter 这个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比较特别一点点 所以呢 如果我今天加一个 Indirect 性别的话 那实际上按确定 它也可以怎么样 帮我把最后结果带过来 应该是不会错的啦 OK 性别 好 那可是问题来了 这个部分的话 好像也没比较快 那其实主要就是说 因为刚好有一个重点 就是说呢 上面这个名字 这个性别 刚好这边 这两个字也是性别 而且它其实是文字 所以呢 它里面已经加了双引号 那我们现在可以怎么做 可以加Interate之后 可以再把什么 那个性别两个字 把它指向哪里 有没有 刮弧里面 只向那个B2就可以 所以这个地方 把它指向B1 OK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怎么样 可以直接把那个什么 性别两个字 带到这边来 按确定就可以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待会就向右填满 向右填满的话 你会发现 刚好呢 因为呢 我B1向右填满 它会把B1改成C1 C1改成D1 所以向右拉之后 刚好会得到 每一个名称 自动加过来 自动把那个范围 带到我们查询的 这个对照表里 但是问题来了 等一下还有一个动作 向下填满 向下填满会有个问题 你的B1 它会自动加1 加1之后的话 变B2 B2 B3 B3 不对啊 我一定要锁定的是 最上面那个名称 所以记得 请你把B的前面 加一个钱的符号 OK 最后的 我们要的结果 就是加一个什么 In the rest 刮符 然后指向这个储存格 那记得呢 B1的 B1 前面加上一个钱的符号 OK 那这样的话呢 理论上就大功告成 按确定 好 确定之后的话呢 你可以把 这两列 建议各位可以先把 这两个的下面这些 刚刚有 有先把它做 的部分 把它先删掉 所以我习惯 这两个 把它Ctrl-Shift向下 把它Delete一下 那为什么要把它Delete掉 一定很简单 你把它向右填满 你会发现 应该就一次就OK了 只要你定义名称 没有错误的话 然后呢 再来的话 如果你要全部填满 因为我刚刚 如果没有删掉的话 我要向下填满会出错 所以我向右填满之后 然后呢 再到它的右下角的空点 快点两下 会发现 这边的所有资料 也就一次就全部做完了 有没有 哇 这样的话 当然相对速度快很多 OK 那请各位试试看 这种重点 跟各位回顾一下 第一个 先在 音单这个地方 先试试看 学习一下 Internet这个函数 的使用方法 第二的话 请你再把 这个 V-R函数里面 改一下 本来的 Table Array 改成叫 Internet 刮符 然后呢 指向哪里呢 指向栏位名称 上面的这个P1 然后记得呢 在1的前面 加上前的符号 为什么呢 因为等一下 向下填满 它不能加1 OK 要固定在第一列 因为呢 我们栏位名称呢 一律在第一列 那你想说老师 那P为什么前面不加 很简单嘛 因为如果你 前面加的话 它会怎么样 会锁定在第一 P栏的 也就是你向右拉的时候 它不会变成C 不会变成B 因为理论上 我们应该向右拉的时候 应该 第一个是性别 向右拉一个 变成年龄 变成C 所以这个地方 B前面不能锁 OK 那请各位先试试看 好了 那这样的话 好处就是说 哇 我们一下向右 向下 一次 就可以快速完成了 OK 感觉其实是快很多了 OK 试一下这个部分 呢 谢谢观看